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目前美國總統大選的選後爭議還是懸疑未決 但是特朗普政府堅持推動對華強硬的政策 大家都猜不到的就是 特朗普忽然間簽署了一道行政命令 其實就是要封殺31家 被指稱是具有中共軍方背景的中國企業 好了大家就可以預視得到 在特朗普第一屆總統任期餘下的兩個半月日子 他一定會繼續去施展運身解數 務求推出更多針對中國的措施 他這一招目的很簡單 就是要奠定了美國來近幾年所運行的軌跡 使得無論大選的爭議結果 是他本人連任 還是拜登上台 根本上就不能偏離這個軌道來走 所以他這一招 著實來說是相當高的 也是非常之辣 好了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現在我們一起來檢視一下 究竟特朗普簽署這道行政命令的背景和原因 特朗普在聲明當中就指出 說他發現中國正在增加利用美國的資金 來支助 他們在軍事 情報 和其他安全機構的發展 以及現代化的工作 令到中國是可以繼續 直接這樣威脅到美國本土和海外的駐軍 包括了就是透過開發和部署 大規模殺傷力武器 先進常規武器 以及針對美國及其人民的 惡意網絡行動 總之特朗普的意思就是 如果美國繼續來投資 具有中共軍方背景的企業 就會很不妥 就會威脅到美國的國家安全 於是他就簽署這道行政命令 他就說 為了保護美國國土和美國人民 他就宣佈 從明年1月11日上午9點半開始 禁止美國的企業和個人 是擁有或者是透過基金投資 屬於中共軍方的企業股份 已經持有這些公司股份的投資者 也都必須要 在明年11月11日 完成撤資 這裏所說的股份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道行政命令 其實就連那些 所謂衍生工具都包括了 不單止針對證股 所以特朗普這道行政命令 其實是非常辣的 就是要全方位封殺 這31家的中國企業 好了 大家留意到了 他說這道行政命令實施的日期 就在1月11日 1月11日 特朗普第一屆總統的任期 是甚麼時候結束呢 就是明年1月19日 換言之 他這道行政命令 就會在他第一屆 任期最後那幾天 是實施到的 無論那個選舉 結果是甚麼都好 這一項的 行政命令 就是勢在必行 其實他這種做法 就是做好了兩手準備的 如果選舉 是由特朗普贏出的 他是可以成功連任的話 他推出這些 對華強硬的措施 變相開打這個 中美的金融戰 其實對他的施政是沒有影響的 因為他一樓都是對華強硬的 但是反而就使得拜登 如果他上台的時候 就是騎虎難下 為甚麼 因為 拜登事實上就可以厚著臉皮 去推翻特朗普任內 所實施的行政命令 但是 他就必然會招致 那些共和黨參眾兩院議員 以及就是特朗普那些核心粉絲的 口誅不伐 而且還一定會罵他四年 如果拜登那麼健康 而又 可以當上總統的話 到時候 他就變成了一個非常弱勢的 壁腳鴨政府 他根本上就變成寸步難行 若然拜登 協於民眾的壓力 他不敢來撤銷特朗普的行政命令 就變成了 使得特朗普任期內 那種強硬的對華政策得以延續 所以 就算拜登真是比他 爭取得到大衛回來做也好 他究竟在政策執行上有多大的自主性 都成為了移民 更何況 在這裏行政命令當中 特朗普就是授權國防部長去決定 究竟哪些企業 是屬於那些 稱之為中共軍方的企業 這也是解釋得到 為什麼 他要在昨天 炒毀了 原國防部長的埃斯柏 因為他就是認為這個埃斯柏是信不過 所以就換了一個他信得過的人上去 而且大家看到 特朗普在過去這幾年的施政當中 他有一個很大的施政特色 就是對華政策一體化 不再像以往幾屆美國政府那樣 那些對華政策 是不同的範疇各自為政的 什麼叫做對華政策一體化呢 即是說 無論在軍事上 政治上 經濟上 學術上 他其實 都是融為了一體 就是那個主旋律 是要對華強硬的 是要圍堵中國的 所以 就有了主族 然後其他的範疇就按照這個主族 這個軌道來行進 就有別於 以往幾屆的美國政府 學術就還學術 政治又還政治 軍事又還軍事 其實變了 會失招 這個就是特朗普的施政特色 現在這個行政命令 究竟在實際來說 有什麼影響呢 影響就真的非常大 因為他說明 美國企業和個人 都不能夠 投資 31家 中國 軍方背景的企業 原來 根據《蘋果日報》的初步統計 在31家的企業當中 就總共是包含了29隻的港股 最大那隻就包括 中移動 中電信 中國聯通 中交建 中鐵建 中海外 等等 大家 都是 非常之 耳熟能牆 而且 也是相當活躍的港股 所以 特朗普的這裏行政命令 絕對是有機會 對中國和香港的股市 造成非常之沉重的打擊 是可以去到很激 所以 面對著這裏那麼狼的行政命令 也難怪為何中國外交部 會在今天下午 祝賀拜登和賀錦麗 因為 反正特朗普和蓬佩奧 都已經是近乎惹爛臉了 其實中國 也沒有什麼選擇的餘地 唯有捧拜登 並且希望拜登 在上台之後 撤銷行政命令 否則 中國也不知如何應對好 因為又要講到 明年11月11日之前 完成撤資 如果真的要做撤資 就很大劑 比如說 只是這隻中移動 才算 原來 頭五家的機構投資者 全部清一色 都是美資的機構 只是這五家機構的持股量 已經達到 2.9% 而且還未算 待客持倉的美資銀行 由於 那些銀行 也會 有很多的戶口 是由美國企業 或者是美國的國民來開 那裏加起上來 又一塊持股量 如果說要全部放售撤資的時候 肯定會對於 香港的股市造成 很沉重的打擊 你其實就不斷地散水 一隻股票 都已經是這麼多錢的時候 你說29隻加起來 效應會有多大呢 而且現在就說針對 三十一家具有中共軍方背景的中資企業 而這裏的行政命令 其實就是授權了國防部長 只要他是大不一揮 說哪一家的中資企業是具有中共軍方背景的 又可以列入這個名單當中 搞到國防部長好像是掌握了生殺大權 那麼好了 究竟中國方面 是有什麼反制措施可以提出來的呢 其實之前都曾經提出過的 就說設立一個叫做不可靠實體清單規定 但是問題就是 喂 當時就有很多中資的企業 去到美國那裏上市 或者在香港上市 但是 就似乎是沒有美國企業走到大陸上市 不可以反轉 所以現在美國這裏的行政命令 就不可以反轉來使用 你說要反制有沒有一個真正有效的反制措施呢 我暫時真的 未曾想得到 當然中國就已經是未與籌謀 他們一早就想定了 要推動所謂的內循環經濟 當然後來又說 其實不是純粹搞內循環的 而是國際國內雙循環的 但是 究竟 這個美國總統下一屆由誰做 如果是由特朗普做的時候 能不能搞到什麼雙循環呢 是有很大的疑問的 當然如果拜登做的話 他絕對可以口著臉皮推翻這裏行政命令 我都認為是不奇怪的 但是他就會面對著非常沉重的 議會壓力和民眾的壓力 其實現在拜登陣營 又不敢評論特朗普這裏的行政命令 也不敢評論蓬佩奧 他今天所提出對台灣定位的那一番言論 因為民主黨本身在黨綱裡面 就刪走了一個中國原則 那究竟你是同意蓬佩奧的說法 還是否定他的說法呢 沒有人出來說話 現在特朗普變相就開打了這個中美金融戰 那究竟 拜登是持一個什麼態度呢 既然你都說要搞這個 交接的任務 要搞這個外交的任務 沒理由就住這些經濟的政策 你是不法一言的 在這裡縮一塊 那究竟你有什麼取態呢 不夠膽說的不夠膽表態的 是不是擔心當表達了真正的想法的時候 就會招致到更廣泛民眾的憤怒 和唾棄 所以就索性不說 搶了個位回來才去行動呢 啊 我的看法就可能會是這樣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